5、4、3、2、1 请启动 夏天快到了 行政院长苏贞昌 送给全国国中小师生一个大礼 宣布斑斑有冷气正式启动 电流传送到我们的弹荧幕上面 发生了什么事呢 太棒了 虚实选合我们22线市 在我们的线上呢 跟我们大家一起同步进行启动 透过大荧幕 与全台各县市的首长或代表 一起视讯 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 特别在森美国小参加这项启动仪式 这里是屏东 温度是32度 到了午夜 到了六月 到了下午 温度可想而知 孩子在教室里面 那一个辛苦 我们都尝过 曾经会知道辛苦痛苦 所以斑斑希望装冷气 是几十年来的争取 为了实现斑斑有冷气 金融院跨部会通力合作 花费358亿元 在全台3500多所学校进行电力改善 安装18万台冷气 国中小冷气费及维护费 更是由中央买单 金融市部分 政府向中央争取3亿5000万 自筹9800万元经费 总计装设了3117台冷气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建制 在我们的整个电力系统的改善 以及冷气的架构 以及我们整个能源管理系统 上面的建制 那在这边我们全市 我们总共53个国中小学 那有1562班 我们装了3117部的冷气 那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们整个的学校 学生能够受惠 大概有两万一千多名学生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对于人员管理系统来讲 其实我们对冷气的整个系统架构 甚至于监控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为了让人员 有更好的一个效应 其实我们在全市 56个国中小 我们在屋顶也装设了 相关的太阳能的 这一个发电系统 那这个发电厂商 也回馈了我们21% 一年大概会有将近 一千三百五十万左右 可以再运用在 这一个的学校环境上面 那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 感谢中央的支持 然后我们基隆市政府 也编列预算来配合 那书萍在议会也是大力的支持 让小朋友能够在 这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之下 学习更具竞争力 这也是书萍担任议员以来 一直就是要求一笑一特色 然后国中小学加强英语班 然后现在又增设了 班班有冷气 上课经素息 让小朋友上课能够更专心 更舒适 然后 赶在夏天前 班班有冷气政策上路 不只家长放心 学校师生更是开心 上课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热 而且又不用缴热费用 就可以很开心的上学 以前就是每个人 手上都拿一支 电风扇在那边吹 但还是汗流浃背 这样很热 在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有时候会不专心 然后一直扇风 然后现在有冷气的话 就不会一直扇风 然后影响上课 朋友的心情也会比较稳定 上课的过程中 小朋友就是很凉爽 然后就是反应也会比较好 好 之前没有冷气的时候 就是会比较 大概温度会到 36 37度左右 那小朋友就开始会躁动 他有时候就会坐不住 然后就会一直喊热 然后很多小朋友 就会是拿东西一直扇扇扇 然后让自己 就是整个教室看起来浮躁 然后虽然有电风扇 可是电风扇吹起来 也是都是热风 那小朋友就会一直喊热 那就没有办法专注的 在学习上面 为了让冷气有效运用 只要室内温度超过28度 就会启动 那我们目前冷气使用的规范 我们是在温度超过28度之后 然后早上9点半之后 那我们会将冷气的电源开启 那我们会透过能源管理系统 由总务处这边来做统一的管控 然后我们会同一个时间 做分区的开设 就是我们低中高年级 会在不同的时间 然后送电 然后让各年级的孩子 在不同的时间点 可以同时启用冷气 然后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在开启冷气的时候的 用电量 瞬间用电量不用这么高 2020年7月 行政院宣布推动斑斑有冷气 历经两年努力 终于兑现了承诺 今年夏天 同学们终于不用上课 上到全身是汗 记者黄少铭 借用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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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